一架月 嗯 那个有什么事呢 就跟家里打电话 过功课景的话 这个时候再回家 妈妈给你洗 反正啊 林家有联系 不要 쓰고 要不 来 要不下周 妈妈还来看你啊 帮我走 阿姨放心吧 还有我呢 林林的衣服我全包了 我们会相互照顾的 对 对 田田 就亏你了啊 赶紧 我能照顾好自己 快走吧 不想妈了 爸 再见 平时挺烦人 你总心里还多老老 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 有这么好的父母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你有时候 不太一样他的话 你多大他们都把你当孩子 你不是也一样吗 我可跟你不一样 首先 我爸爸不像你爸的那样 很宠言你 还有 你有妈妈 我却没有 今天 我把这事给忘了 对不起 没事 走吧 走 这日子啊 过得真快 一转眼 咱们儿子都上大学了 可不是吗 我们都老了 不知道玲玲在大学里 是一个是一个 我说你啊 别总是拿儿子当小孩看 她现在已经不小了 都上大学的人 人呀 总得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才行 反正我觉得我们儿子还小 下个星期啊 我还得来看看玲玲 好好好 也好 那晓岸 到时候你就辛苦一下 过来看看她能不能适应 好吧 反正我也喜欢来生餐 小岸 玲珊 你们觉得公田田 跟我们家玲玲相配不相配啊 反正我觉得蛮配的 不过 如果换成麦翠儿 那就更好 别瞎说了好吗 这儿子还在上大学 什么相配不相配的 以后不要提这事了 你不说我们玲玲不小了吗 既然不小了 就应该有个伴啊 再说了 我觉得公田田啊 挺懂事的 看得顺眼 好 孙老板 今晚挺贵的 要不别住了 好 没事 反正就住一个晚上 来来来 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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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把 那 来 我给我 我给我 好 明儿 啊 那么晚了你上哪去呀 这枕头不舒服 睡不着 买包烟就 你要不要 老白 睡不着你怎么还打祸 那你睡吧 你睡吧 喂 金厂长啊 您好 我是美璐 不好意思啊 那么晚打扰您了 对对对 我现在和麦景天在一起了 我们在大学路的红星旅馆里 是 我是偷偷跑出来给你打电话的 李医生 你回到红星旅馆以后 一定要看住这个麦景天 对 这个人现在完全疯掉了 你放心 我在天亮之前一定派人去 把他给带回临江来 好 我知道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喂 启明 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带回来 你知道吗 他现在居然发展到敢动手打我了 对 咱们就用打人的理由把他给带回来 好 你这样 你记一下地址 在省城大学路上 大学路 红星旅馆 你不用坐公交车了 我那已经通知了林江去公安局 他们会派车去接你 你那就在所里等着 马上就到 好 启明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到 一定要把这个麦景天给我带回来 好吗 好的 你放心 金厂长 好好好 就这样 好 好 就是 你们看 这就是他们的车 他们一定还在旅馆里睡大觉 等会儿见到麦景天 你们态度可能太过 但是一定要坚定 让他知道 他必须和我们博弈将军 安所长 你可算来了 在里面吧 就在里头睡得可死了 快去 起来嘞 醒醒 你已经死定了 好了 你 это personal 我不是做梦吧 郑迷 你没做梦 那 你找我有事 有事 你要跟我们回临江去吗 回临江 不是来抓我的吗 是 我 我犯什么事了 老白 抓我抓你 你心里非常地清楚 那你告诉我 我犯什么事了 老白 你昨天干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做 我就是找女儿嘛 老麦 别抓我 我不清楚啊 我 我昨天就是找女儿 我没干什么呀 昨天你打了人 而且还打了一个 副省级的干部 你知道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原是金雨山的 这个畜生 还没有 我才提供 我想你 读件 存在 相对 我 不想你 只是 我 我知道 我 放云啊 我知道 你早就跟你女儿联系上了 我没有 你别想再来骗我了 骗你什么呀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卖色的事 你不想谈 我偏要谈 我没时间跟你胡搅蛮缠 我告诉你 你女儿就在沈辰的学校里 我早晚会把她找到 既然你能找到她 她说什么废话 因为你在骗我 靳雨天也在骗我 她让派出所的人 把我从沈辰抓回来 我告诉你 我早晚会找她报仇血恨的 你要报仇你去报呀 跟我嚷嚷什么 好啊 你听着 我会把你女儿 再送进封人院 我还会像杀狗一样 杀了靳雨山 你能不能出来一趟 我有重要事情 你将提上 好 好 我想麦景天 她还没这个胆量吗 那可不一定 这两年 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已经不是原来的那麦景天了 她是个疯子 她真的是个疯子 不管她怎么捣乱 麦翠这个大学是上定的 你要知道 麦翠是他们正法大学新生里面 成绩最好的 可是麦景天就是不想让麦翠上大学 这样 你回去告诉麦翠 有事没事啊 最好都待在学校里面 非要出来不行 最好多约几个男同学 这样可能更安全一些 那怎么能行呢 节假日呢 暑假寒假呢 她总是要回来的呀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她早点谈恋爱 大学毕业以后 马上结婚 那也不行 那所以还小呢 再说上大学 怎么能谈恋爱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要知道现在大学里 谈恋爱的太多了 其实我也不是说 非要让她马上谈恋爱 我的意思 她大学毕业以后 最好不要再回到临江区 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去 我让她跑回到大学 我让她跑回到大学 在这些月之间 我已经迷远了 是一个小学生 我让她跑回到大学 那是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外面 你们跑不了 我看见你们了 妈 我们能不能先吃饭呢 我的肚子都饿死了 好了 再等一会儿 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我们都等三会儿了 爸爸每天都按时回家 他今天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今天你爸爸有事吧 还是哥哥在家的时候好 想什么时候吃饭 就什么时候吃饭 用不着等爸爸了 哥哥不在家了 现在每次都要等爸爸回来 爸爸回来了 雨晨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有事 你看 曹曹都等不及了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以后吃饭就不用等我了 就是嘛 我说我们要先吃饭 可是妈妈一定要等你回来 一起吃饭 大人说话 小孩子别插嘴 来 吃吧 你那么晚回来 家里好几个电话找你呢 谁的 其中一个是玲玲的 玲玲情况怎么样 她是不是不太习惯 大学的生活 不是 她说她明天没有课 我让她回来她又不愿意 所以我想 明天我去城里看她一下 也好 去吧 妈妈 我也要去城里见见哥哥 我还没进过大学呢 我也要去 好了 你就别去了 你呢应该好好读书 将来跟哥哥一样考进大学 不 我也要去 你没有听老师说 我是班里最好的 我肯定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呢 好了 快吃饭 妈妈 你到底带不带我去啊 爸爸 你跟妈妈她不带我去 爸爸你假梦 好好好 玲玲 带她去吧 这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 早点到大学里看看也好 就是嘛 还是爸爸好啊 你看 就你惯的 那你明天的功课怎么办 后天肯定补上的 好 我们后天补上 对吧 这样 明天你们娘俩都要去习长途汽车了 我叫小安送你们过去 好不好 好 爸爸最好了 没事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天啊 趕快去救人 名氣死人 ऊ 借 一 二 二 二 你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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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阿姨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同学们 从开学到现在已经快一周了 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特别是我们的麦穗同学 从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临时班长 如果大家对他满意的话 我们就选他为正式的班长 你们说好不好 谢谢老师 还有同学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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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学里的饭菜比我们的第三中的好吃多了 是吗 好吃多吃点啊 甜甜 你看我是这么想着哈 你从麦穗的成绩那么好 按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咱们就缩小范围 在所有好的大学里找他一定能找到 你说呢 要找你去找 因为我觉得麦穗的根本就不可能来上大学 怎么不可能啊 我们现在是大人了 真的老沉浸在过去的那些人和事物当中吧 你根本就不懂我和麦穗这种感情 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而言麦穗太可怜了 但是咱们要是那么幸运 我只是想帮帮他仅此而已 真的吗 你说呢 吃饭吧 我没食欲 甜甜 我觉得麦穗咱们同班同学 从初中到高中的三年 我们有一定的同学感情 你们还是同桌呢 他帮过你多少次 这我不否认 可是这可我们俩要去找他 是两回事啊 麦穗那么帮你 你就不能帮帮麦穗吗 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 不是我说来说去 你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你还说我固执 咱们谁固执啊 好好好 别生气行吗 我就生气怎么了 不能生气嘛 麦莉 我们来上大学的时候 你妈妈就嘱咐过我们俩 在学校里互帮互助 你看这不到一个星期 你 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请你原谅 你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都挺对的 不就是因为碎吗 不辛苦 要找你去找 你想干嘛你就干嘛去 好 那我一个人去找 你不是自私吗 天天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有什么忙你别找我帮 明天 她想起来 那我不想起来 我好想起来 我好想起来 你来 好想起来 你来 在这儿递一斤 谢谢啊 甜甜 阿姨 曹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 灵灵不在 我还以为她在你这儿呢 快快 你们快坐 我们周末在一起吃饭的 后来 她生气了 就走了 是吗 什么事啊 没事 没事 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甜甜啊 肯定有事 我再灵灵不会生气的 你告诉阿姨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也许啊 阿姨能够帮助你们呢 阿姨 灵灵说 她去找麦穗 都说了好几次了 我跟她讲 我们刚进入大学 要以学习为重 她不肯 非要现在就去找 所以就生气了 甜甜 你说得对 等灵灵回来了 我好好说说她啊 那你们先在这儿坐会儿 我去把她找回来 谢谢你啊 我很快 早去早回啊 我就是不相信我找到麦穗 她一定在这个城市 我会找到她 我一定要找到她 谢谢你 您好 我问一下 南方政法大学 还有几站啊 还有两站就到了 好 谢谢啊 刚才来了一个男同学 查得好像是同一个人 他也是查卖算吗 是的 好像是这个名字 那他查到了吗 没有 没查到 那你们跟这人什么关系啊 就是 一般同学 没查到 那说明麦苏俩不在这个名单里 太好了 麦苏俩不在 师傅 麻烦问一下 这个电话能往临江区打吗 可以的 那一分钟里多少钱啊 不贵的 这里离临江这么近 与市区的价格差不多的 是吗 那好 喂 喂 喂 请问这里是 临江区西门町有电锁吗 你找谁啊 你帮我叫一下方云接电话 方云 她生病请假了 生什么病了 我不太清楚 你是麦苏 对 我是麦苏 我是卢英红 听说你父母又吵架了 你爸爸喝醉了酒 把你妈妈打得清 她都请假了 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今晚上我到你家里去看看 明天你再给我打电话 我再告诉你 你走了 请 谢谢你 喂 这里是第三中学 你要找哪一位 诸葛欣红 好好好 你稍微等一下啊 我这就去喊他来 喂 喂 诸葛老师吗 我是麦素儿 是麦素儿啊 老师 我爸又打我妈了 而且打得还不精 我妈都请病假了 麦素儿 麦素儿 你不要哭 有什么事慢慢说好吗 老师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看你这两天充时间 能不能到我家看看我妈 然后回头再把情况告诉我行吗 另外 另外你在转告吗 你贴一声 他要是下次再敢打我妈 我一定绕不了他 老师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幸运的人除了我妈就是您了 我求求你无论如何 都要帮忙我和我妈 老师 我求求你了 麦素儿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做的 田田啊 怎么玲玲没找到啊 这孩子去哪儿了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连个影也没有急死我了 这孩子去哪儿了 你说今天要来 他知道吗 你说今天要来 昨天电话里啊 我是让他回临江 他不肯 所以今天我就来看看他 诗心也没跟他说好 那他有可能出去了 现在不在学校 他不在学校 他会去哪儿啊 妈 我肚子饿了 你们还没有吃中午饭啊 那赶快 我们出去吃饭吧 嗯 田田姐 你一定要带我去吃好吃的 那当然咯 我还知道啊 你最喜欢吃 糖醋里鸡和红烧扁鱼 对不对 田田姐 你怎么知道呀 你哥哥告诉我的 我哥哥把所有的秘密 都告诉你咯 对了 田田姐 你是不是要跟我哥哥谈恋爱呀 去 小孩不许来说话 爹 小同学 你不过我们学校的 你不能进哪 啊 您怎么知道的呀 这里是教学区和办公区啊 你看 他们都穿校服呢 但我是男师大的 我来找一下我们高中同学 那也得登记 要登记啊 嗯 您知道咱们学校这有学生处在哪儿吗 在那儿呢 这是学校规定 您要找人呢 先登记 登完记了 再找人登记处 在那边 好 谢谢啊大爷 慢走啊 哎 哎 哎 老师 您好 我是 南师大的学生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今年新生的花名册行吗 哎呀 我们政法学校有规定啊 外人是不允许查花名册的 哦 哎 你要找那学生叫什么名字 麦瑟 我们都是从凌江区考上来的 他是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 麦瑟 嗯 那可是我们学校今天新生中 考分最高的学生啊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人 哎呀这个太好了 老师您知道他在哪个系吗 他好像是在法学系 不过 他今天好像没课 不 要不然你到他宿舍去看看 好 谢谢啊老师 谢谢您 真好 你来 小小姐今天进座学习 行不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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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找谁啊 麦瑟 麦瑟 这没有叫麦瑟的 他是法学系的新生 两个大眼睛 说两条小辫的女孩 没有我没见过 不会吧 我刚从学生处出来 他们老师说的就住这儿 他们老师说的 我可不吗 要么这样 你自己去找 反正大爷女生统统住在一楼 好 谢谢啊阿姨 你 你好 你找谁啊 我找麦瑟 他不住这儿 他名字不是在这上面吗 他是分配在这个房间里 可是他从来没有来住过 那他住哪儿啊 我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过我 我到哪儿能找到他呢 你是他什么人啊 蓝蓝师大的 是他高中同学 那要不你明天到我们教室去找他吧 我们在北原教育区上课 好 谢谢啊 嗯 小伙子 这回满意了吧 刚才我告诉你 麦瑟不住在这儿 你就是不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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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怎么来了 曹 走 我们回 林江去 别啊 生气了还 什么时候来的 你看 我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来吗 来来来坐坐坐 先坐 好 哥哥都是你不好 我和妈妈帮你去买衣服 你睡到现在才回来 还是个大学生呢 整个是个野孩子 我错了啊 我失礼了 我以十二分的歉意向你们道个歉 我 要我居个工 我居个九十多的工 好 刚才你去哪儿了呀 找你吃午饭 也找不到你的人 那咱们吃晚饭吧 我正好有点饿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是回林江吧 玲玲啊 听妈的一句话 你跟田田刚进大学 以学业为主 将来啊 有的是时间玩呢 那妈妈给的你啊 买了点衣服 你看 这些都是田田给你选的 谢谢妈啊 谢谢田田同志 还有我这个妹妹同志 对 我借借你一下啊 谢谢萧桃同志 那还差不多 谢谢 谢谢田田同志 行了 妈 下次可别突然袭击了 你家长老来学校影响也不好 我下礼拜回家 就是嘛 本来学校离林江又不远 你呀 就得多回回家 省得妈妈老是想你 阿姨 下个星期 我和林玲一起回去 好好好 有个伴儿当然好 当然好了 来 您快上车吧 还是田田董事 来 好 进来 路上小心啊 哥哥姐姐再见 再见 再见 麦瑟给我来电话 然后转到你 他很好 请你放心 他说过两天就回学校去 因为学校有规定 还有 他知道你被他爸爸打了 他说会找机会起诉他爸爸的 你先忍着 俊哥老师 如果麦瑟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告诉他 千万别起诉他爸爸 过两天 等我的伤好了 我会到学校去看他的 好吧 我会转到麦瑟的 你放心 你先在说 麦瑟爸爸 请站住 朱格老师 有事吗 我想跟你谈谈心 别开玩笑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我们之间可谈的问题太多了 关于你 关于麦穗 关于麦穗的妈妈 你什么意思啊 也没什么深刻的意思 我就想告诉你 你这人觉悟太低了 有时候 真的很想揍你一顿 让你清醒清醒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三番五次地殴打麦穗的妈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身为人民教师 应该为人师表 你居然要打你以前学生的家长 你太岂有此理了 告诉我 你以后不许再打麦穗的妈妈 否则的话 我就会像我王十一那样 射掉那类子眼睛 你像废了我的眼睛 嘿嘿 真牛逼吧你 我们家的事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你是不是跟王十一一样 躲在我们家府邸偷干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懂吗 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再打麦穗妈妈 我从来就没有欺负过他们 我就说你的人觉悟太低了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是用来保护女人的 女人天生是弱者 你知道吗 你没误导这个道理啊 你就不是个男人 如果他误导这个道理 他还欺负女人的话 那他就是个畜生 就像你一样 就像你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家的事 我们家里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妻子 还有我女儿 你们家的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竟然喝醉酒打骂他们 你凭什么管我们家里的事 你算老几呀 以前你是卖醉的老汁 现在你什么都不是 你凭什么管我们家里的事 你今天必须向我保证 否则就不许走 你今天不答应我 就别想走 你有病吗 你今天不答应我 就别想走 我今天能够得到的 你今天不想走 我今天不想看你 我今天不想走 你今天不想走 你这种东西